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灵晓北36集第24期视频 自从萨诺雨林出了以后 大家应该都跟阿北一样 比较偏向于玩这个物资多 紧张刺激的小地图了 不知道你们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我喜欢玩萨诺的最根本原因 是因为搜东西方便 随便搜一下就能有神装了 而老地图像我这种能品差的 往往搜三栋龙 还是只有一把小手枪 之前出过一个萨诺的走位流打法 应该是21期视频 没看过的同学们 可以在全网搜索灵晓北林斗 点个订阅看一下 然后呢就有个别长得比较帅的观众 私信我说阿北啊 你再演示一下萨诺的走位流打法吧 我们每次自己玩都死得特别的惨啊 呃真巧 我这种也正好没有研究出新的实用套路 那么我们就再来实战演示一下萨诺走位流吧 那么 沙哑 首先我们还是一样选择相对较劲的大点 去获得需要的物资 这把我们选择天堂度假村这个地方 在空中简单看一下 发现有三个人跟我们跳一起 我依然是跳外围的偏电 这里人比较少 前期一般不会落地就发生战斗 简单搜完偏电 获得卢下无资 接着我们离开偏电 偏电的转角有个视野极其好的蹲人位置 就是这里 但是由于这把我没有获得高背景 所以犹豫了一下以后 我决定继续向前去主电搜索 这个时候突然后方响起了剧烈的枪声 而且右上角跳击杀了 那么说明整个度假村还剩下两个底人 我们继续搜完主电 然后跳到这个横梁上来暴露自己 这里稍微跳一点 是为了测试一下敌人的位置 发现这样都没能打我 于是我们才能跳下去放心地搜中心区域 那说明敌人基本都不在后半区 也就是他们现在看不到我 稍微搜一下发现没什么想要的 我们决定不继续跟他们纠缠 离开度假村 离开的时候依然从偏殿走 因为刚才已经确定了这里是没有人的 是安全的 我们把药打满再走 突然耳机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说明我们左边的这个房子里有人 我们立刻拉到围墙外 下蹲捡后座 一波药枪带走 真巧 他听到我的脚步声过来看 正好我已经拉到了围墙外 所以被我打了一个先手 我们舔一下包继续走 走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前方有激烈的枪声 QBZ再次击杀了一个人 那么基本已经可以确定他在我常常蹲人的平台上了 我们决定压过去偷了他 这里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上平台 哦有脚步声 年轻人 一波强而猛烈的偷屁股带走 撇一下包 因为毒已经开始刷了 我们快速离开度假村 去赌毒圈边缘的人 跑到这里的时候 我的膨胱好像看到前方有人影一闪而过 我们赶紧到前面的石头蹲一下 我这边是毒边 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来卡毒边赌人的 却没想到被我反蹲了一手 好前面扔手雷了 我看到他了 哇好像被炸死了 等一下等人过来舔包 好怪舔包了 这个人一看就是个老江湖了 却不曾想他身后还有一个老老老江湖 我们敲咪咪摸过去吓他一跳 好看到了 再见了你嘞 啊啊啊 啊啊 哇我怎么会是单点 脑子里瞬间一团江湖 看来只能牺牲一颗手雷了 走你 舒服舒服 还是被我炸死了 舔一下包 刚才是真的猜啊 我还关了下镜 我外婆都打得比我好 这里应该是不会再有啊 小侧老 闪身枪 小三郎 闪身枪 嘿嘿 这种我有掩体他没有掩体的时候 利用闪身枪我是不太可能会输的 快速舔一下包 接着我们去这个点卡人 跑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野区外有一辆车停着 不熟悉这个野区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刷车点 但是看着像是开过的 同时刚才余光好像看到这个房子的门里有人跑过去 于是我决定到这个房子蹲一会儿 因为这个房子在他跑毒的方向上 这里万一有人要跑毒 无论是开车还是步行都必然会经过我这里 多年的过程中我发现右边好像很容易从这个方向抱我头 我把门重新关一下往外开 稍微当一下掩体 这个细节还是挺重要的 能防止你被莫名其妙的子弹打死 好我看到他了 房子里面有人 来了 一波压枪带着 哇这个小伙子给我表演了个皮剎很有灵性 这个包在大马路的中间毫无掩体 所以我们舔包的时候一定要力求最快 打开包 换个98k 要4倍还是要6倍呢 好究竟 那要个6倍吧 消音器就不要了 再来一点点药 子弹换一下 好了快速舔完了 溜了溜了 这个圈还挺远 赶紧跑毒 直接经过这个防区上山 这时候的悬点就很重要了 我后方的独外还有枪声 所以一定会有人跑炉镜圈 所以我们跑的时候要多往后观测 找到一个视野最开阔的高点 这里就差不多了 但是没有掩体 我们找个术后直接趴下 这里的视野非常开阔 我趴下以后别人基本是看不到我的 这样就完成了悬点 接下来就等猎物上钩就行了 好 毒圈快要刷到位了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时刻了 要四处观察 好像看到人了 客观你来了 脸啊脸啊脸啊 起身到掩体后 开镜算提前辆 爆头 溜了溜了溜了 这个人两肌头肯定很穷 跑毒的还不及了 赶紧走 接下去是一个地形复杂的点 这种时候 极其小部分长得非常帅的观众 就要跳出来问了 阿北市时候了 快说一下怎么选点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及时 我们提前走位流打法 在这时候要怎么选点呢 首先最合适的点是一号位 位于圈边有掩体 并且可以赌这么一大片的人 但是这个点离我们现在太远了 我们过去有点晚了 所以排除 接着是二号位 赌窄边 看似很合理 但是这里要考虑到这条河 90%下个毒圈会刷到河对岸 我们选这个点 到时候要过河 就会变成火把子 所以二号位点排除 综合考虑 这个毒圈 我会选择这个点 稍微能赌一下派男出来的人 而且下个毒圈 也不用面临过河的危机 是最合适的点 在之将到达点位的时候 突然听到的河对岸 有人开摩托车 看到了 这位置很难一枪抱他头 我们拉近一点 山上还有别人打他 我们到掩体后面 屁股再撑高一点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哇很难受 你倒是撑屁股啊 哎哟 现在有点难受了 哎你还要过墙吗 那你不是死翘翘了 舒服 这个方向有人开枪 打得很激烈 看到了 一枪头 三极头 还要一枪 甩剧 舒服 八杀了 毒圈快要刷到了 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人跑毒 派南里面打得很激烈 有人出来 右边山上也有人开枪 毒圈刷了 很难受 这个毒圈把我刷出去了 我还得跑毒 赶紧走 赶紧走 我们找一个好点的位置趴一下 之所以选这个点 原因是有颗草能够当一下伪装 别人从远处不容易发现我 而且地势比较高 能俯瞰山下的毒外区域 万一有人从山下的房区跑毒 就能提前发现它 好 毒圈开始刷了 山上有人开枪 先不管它 我们先看身后 确定身后没人 我们再往上清 这里应该没有人了 看一下 哎 我靠兄弟很沉得住气啊 现在才跑 先前走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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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等到下个毒圈刷新后 我们接着跑毒 跑毒的时候 依然是贴着毒边走 这样我只需要看一边的敌人 毒里面是不太可能有人的 这个位置很安全 耐心等一会儿 哦 打起来了 快去先架 快去先架 啊 来晚了 没事没事 还有机会 到这个石头后面 哇 又来晚一步 这个歹徒也太过穷凶极恶了 竟然当着我的面 连杀两人 我必须把它办了 它应该就在这个坡后面 我们进步到掩体后 这里我决定跟它硬钢一波 诶 它不舔薄吗 哦 我有脚铺声 在这个石头后面 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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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看 它没有在安全区 下个路圈刷了 它肯定要走 我们就趴着不动 让它自己动 来了 还是没在圈里 没想到吧 nice 石砂吃鸡 我也太刚了 亦是用最刚的方式 完成了吃鸡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最终我 石砂约等于20砂 20砂约等于30砂 又给大家带来了一次 萨诺走未流的演示 不知道大家这一次 有没有学到更多呢 喜欢看阿北36期视频的 可以在各大视频站 搜索林小北灵斗 点个关注来看到全部视频 也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粉丝群 海外用户可以关注我的YouTube 那么我们下周五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